AB1033也被称为2023年附属住宅改革法案,是加利福尼亚州的一项新法律,旨在使建造附属住宅更加简便和经济。 附属住宅也被称为老人小屋或侧边单位,是位于独栋住宅同一地块上的次住宅单位。 AB1033通过以下方式简化了建造和许可附属住宅的流程,要求地方政府在大多数独栋住宅地块上允许建造附属住宅。 在大多数情况下取消附属住宅的停车要求,允许附属住宅与主房共享公用设施,禁止业主协会阻拦附属住宅。 AB1033旨在增加加利福尼亚州的经济适用住房供应,减少交通拥堵,并允许老年人在家人身边老去。 以下是AB1033的预期好处之一。 更经济的住房,附属住宅可以为老年人、年轻人和其家庭提供经济型住房。 减少交通拥堵,附属住宅可以让人们住得更接近工作和娱乐地点,从而减少交通拥堵。 原地老化,附属住宅可以让老年人在家园老去,为他们提供一个舒适和经济实惠的居住地,并靠近家人和社区。 增加收入,出租附属住宅的业主可以获得额外收入。 新法案允许附属住宅单独出售。 请与当地建筑部门联系,了解您所在地区的具体要求。 您可能还需要与合格的建筑师或承包商合作,帮助您设计和建造符合要求的附属住宅。 以下是关于AB1033的一些额外注意事项。 AB1033不适用于多户住宅物业,如公寓和公寓楼。 AB1033不要求地方政府为附属住宅建设提供财政援助。 AB1033不会取代比州法更加严格的地方法规。 AB1033于2023年10月11日由州长签署,并于2024年1月1日生效。